时间总是不够用的父母 时间安排的优先顺序应该是怎么样的 还有对于时间总是不够用的父母 时间安排的优先顺序应该是怎么样的 还有要锻炼身体 时间总是不够用 那么怎么从猪班看上去都很重要的事情当中 专心在自己的家庭上去 而没有愧疚自责 我想这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都是相关联的 请Jack教练给一些解答 我很快地给你解答一下 我也试过这个 因为家庭跟辅士还有工作的很重要 像我刚才讲你们每位都很忙 我就给你讲一个 我就听那个Stanley Moss讲的很重要 他对每一个会众讲 我也听他网上的讲座 他说有什么事情只有你能做的 没有能代替的就必须要做 像我是我孩子的爸爸 你是你孩子的父母 教养孩子 这孩子是你的还是别人的 你的嘛 那除了你教孩子还谁能做 比如说你说夫妻关系 那是你的先生你的太太还是别人的先生太太 你的嘛 所以那个是你只有你能做的 别人不能做的 一定要先做好 那其他就变第二了 是吧 那服侍上帝 谁的上帝 你的上帝是我的上帝 你自己的上帝嘛 你当然要先服侍神啊 所以上帝如果叫你要服侍他的话 你就先排第一嘛 好了 服侍上帝之后 上帝要你做什么事 那很多方法嘛 可以去教会啊 可以在新商年团期啊 可以在家里面建造好的夫妻关系啊 比较不是上帝啊 好吧 就第二个 除了上帝以外 最重要的是家人 如果你家都没有服侍好的话 怎么去外面服侍 所以我觉得你服侍家庭 不需要有愧疚 但是你不要因为你的面子问题去服侍 让自己觉得脸上有光 这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自卑感的问题 我们如果服侍是因为让我们觉得是一个 对得起上帝的基督徒 服侍很糟糕 那就有问题 你是因为让别人看见你服侍 才觉得脸上有光 有可能就走到不对的路上 所以建议你要跟你的同工教练好好的事 或你的朋友好好的商量 你去在帮忙的时候 能够照顾好家庭 是吧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因为圣经也讲 那些选职室都需要家里面能够照顾好 先照顾好家 再一起服侍 因为这很多的见证是从家里开始 如果家里面都管服侍 我没有叫你不去教会服侍 是叫你要跟同工 或跟你的工事要讲好 我家里面很重要 我的孩子有比赛 请你把工作稍微放一下 我先跟这个孩子做好 我再回来 或我们安排另外的时间 但是不要因为喜欢那个所谓的外面的环境 或者所谓内疚感去做事 这样的话你越做越累 就我们刚才讲的 你内心是有个结没有打开 关键你要跟上帝也要坦诚 跟上帝讲说真的没有力气 你就回到内心 什么事只有你能做的 别人不能做 那你一定要做 因为你不做的话就没有了 如果家长不是家长的话 谁做你还是家长 所以关键是你要跟上帝祷告 什么事只有你能做 别人不能做的就先做 然后顺序就慢慢排出来 等会一下 我不要做 我们继续 摇